這裏就是中國了 我由美國紐約 去香港 去澳門 現在 回來中國 我愛中國 我現在停留在中國 已經有兩個星期了 我就是 體會到一些 很不尋常的事情 昨晚我看了一下電視節目 我發現到 這裏的電視台 他們是轉播香港的電視節目 但是 他們是中途 截了 香港的廣告 用來賣 中國的廣告 我覺得這樣做 我覺得這樣做 不太好 香港的電視台 出錢做的好節目 他們就拿來 轉載 但是 他們是賣 這裏 自己本地的廣告 廣告 當然是賺錢 我覺得這樣 好像是 自己不做節目 用別人的節目 用別人的節目 來賺自己的廣告收入 另外一件事就是 現在中國還是推行一個家庭 一個小孩的政策 現在有部分的小學中學 因為學生人數不夠 已經合併了 而且中國人的家庭 就 喜歡生男生 多於喜歡生女生 如果他們第一胎是男生 他們是會開心很多 如果生女生 他們是沒有這麼開心 會造成一種 男女性別的差異 兩天前 我就去網巴上網 已經是第三次 有政府人員 就進來網巴檢查 我不知道什麼理由 要網巴 全部關機 所有在網巴裡面的人 都要離開 我是上網的 我不是玩遊戲機的 我都要離開 已經是第三次發生這樣的事 這件事我就是 非常之不認同 因為 上網做自己的事 是光明正大的 這次我回來中國 有些鄉親問我 八月會不會去北京 看中國奧運會呢 我說我不會去的 我愛中國 我愛中國的奧運 我愛奧運會的體育精神 但是 我是 不喜歡中國 訓練運動員的方法 因為我們知道 中國的運動員呢 接受訓練的時候 是 是 很 很 很辛苦的 就是 是 很不人道的 是強行逼出來的 拿到金牌當然 好 我都希望他們 個個都拿到金牌 兩天前呢 我又去到一間 銀行 很出名的銀行 本地 我發現到場上 那些英文字 是串錯了的 那我當時呢 就是 和 職員 和 經理 說 我說 一間這麼大的銀行 貼在場上的英文 是不應該串錯字的 而且 英文又 不通信 英文不是這樣表達的 但是 他們一點都 不接受 現在都還是 但是 繼續 這樣 錯下去 這是 Yan Steven 拍了這影片 在中國 今天是 9月18日 2008日 謝謝 大家 歡迎收看 我的影片 謝謝